旅行车拥有空间感又保有房车操控性 近年来受到车主青睐 汽车网站总监曾彦豪就建议大家 挑选旅行车可从几个方向着手 第一个你要看它的后舱的空间 还有空间的变化性够不够大 第二个是这台车开起来操控性要好 而且最好性能也有一定的水准 近来民众户外活动需求增加 带动旅行车销量 车商推出的欧峰美型跑旅抢进市场 旅行车除了看后舱空间 另外一个就是操控性能 再来是现在民众最重视的安全配备 这台车是欧制的 所以操控性能必须符合欧洲市场的需求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安全性 那这一台Sea的维利 它的这个DriverWires 就是它的AIDAS 其实相当的齐全 包含ACC全速域的 包含车道维持系统 当然更不要说AEB等等 这些基本的东西 基本上你想要的安全配备 特别是先进主动的辅助驾驶的配备 它都非常的齐全 那这也是现在目前购车 大家最重视的东西 本身它那台车又是欧洲制造 我觉得欧洲制造的车 它都应该有一定的品质保证这样 所以我才想说来看一下车子 欧洲设计制造吸引车主目光 另外这项功能也是车款亮点 一般的电动尾门呢 你需要用手去扳 那顶多就是用你脚踢去开启 或者是关闭 但这台车呢 只要你耗时放在身上 靠近它几秒之后呢 它感测到你接近要放东西 它会自己开门 小排气量涡轮增压汽油引擎 是现今主流 采用DCT变速箱相对节能 正和旅行车多项优势 期待满足车主需求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